我在训练的就是脊椎跟脊椎那个小关节 所以我要让你的脊椎很灵活 跟副健师它要你拉开整片不一样 太霹靂护脊弓 四招甩开文明病 下班族我去演讲 我问一下你们平均一天做多久 每个都是十个小时 推滑鼠 那我们要钉电的话是驼背的动作 发现到大家的背肌会很紧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把 太极跟那个皮拉提斯做一个融合 背肌只要带动脊椎的话 你拉高血液循环跟身体热起来的速度 反而会比我们想象中的腹肌还快 融合十多年的护理师和健身教练经验 杨启麟发展出太极导引 加上皮拉提斯的 太霹力脊椎曲线运动 杨启麟传授四招 让读者摆脱文明病 我先合掌 那合掌的话它的关键是在于 我从鼻子中间去找到我的身体的中线以后 好 我们就先解决滑鼠手的问题 我的手会整个对贴 贴住以后呢 开始下转 但是下转的话呢 在手腕子这个地方一定要贴住 下转之后呢 我的脊椎都不动 我的手往前 好 然后再回正 所有肋骨跟肌肉 抗地心引力提上来以后 然后再从我们的手腕 慢慢对称性 从身体的中线 就是脊椎中线 紧 胸 腰 尾 好 吸气的时候整个拉上来 好 后引合掌 所以你是向上 然后往后延伸 然后接下来会从它的脖子 整个内勾 好 然后勾进来 然后我胸椎跟腰椎会往后推 然后再来是吸气 把我的脊椎全部抗地心引力拉开 然后手往后延伸 这个就是背肌动作 好 然后勾拐的话 就是带动脊椎跟核心 好 吸气 好 然后吐气 所以我的脊椎 一定都要有抛物线的动作 垂直下移 手指走到哪里 到鼻子这边就是颈椎 好 胸椎 腰椎 好 尾椎 我整个推出去 好 然后手上翻 吸气 合掌下拉 吐气的时候 我会慢慢地从颈椎一直拉到尾椎 好 再一个吸气 整个上来 好 吐气 慢慢地勾进来下拉 动物新闻跟着练勾 报导